有很多人只听过沉香 但是没有见过怎么采香的 来到海南十几天了 每天到处寻香 现在的老百姓对沉香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 这棵树不但用铁箍围起来 还打上了铁钉 这是早些年的沉香树 全部都用矫铁给保护了起来 沉香是属于瑞香科的白木 它只会在受伤的情况下才会结香 这个位置原来有一棵大的沉香树被别人偷走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树根 但是在这个树根受伤的位置 它也会结香 沉香结香的原理有三个必然条件 第一必须得受伤 第二是真菌附着在伤口上 然后就是相互作用 树木开始自我疗伤 在导管分泌出来的油线就要沉香 随着时间的积累 时间越长 它结的香就越厚了 因为这棵大树已经被偷走了 但是它的根部还没有死 所以它继续在完善着自我疗伤的过程 也就是结香 我们把这个树根把它弄走 看看勾出来以后到底有多少香 像这种还长香吗 还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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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取下来这块上面有黑色的部分 那就叫沉香 我们回家勾它一下 看看最后能产出多少香 经过勾香处理 我们得到了一块将近100克的沉香 非常的漂亮 我们的道具都往上